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动力潜艇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致命的武器 某些情况下 比如冷战高潮期服役的美国俄亥俄级核潜艇 甚至一艘核潜艇就能在不到30分钟内将多达288个城市大小的目标 变成放射性尘土 事实上 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 这些核潜艇极其有效再和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毁灭人类文明 比定一块比萨的时间还要短 美国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文章称 美国海军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和潜艇能够携带 24枚UGM-1333XXIID-5前射弹道导弹 每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达12枚47.5万吨当量的W88热核弹头 由于MK5载具的打击精度很高 所以俄亥俄级潜艇极其携带的三叉戟二导弹有能力担当首轮打击武器 根据2010年美国核泰式评估报告 美国预计将维持总共14艘俄亥俄级潜艇 其中两艘可随时进入维修保养状态 眼下每艘俄亥俄级潜艇会携带20枚三叉战二导弹执行任务 换句话说 目前的三叉戟二导弹部署总量为240枚 美国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文章称 尽管威力巨大 俄亥俄级潜艇的设计已经过时 该级别首舰即将迎来42年复一期的终点 为更换俄亥俄级潜艇 美国海军正在建造新的哥伦比亚级潜艇 新型弹道导弹和潜艇的排水量将达到20800吨 但只能携带16枚三叉戟I-D5导弹 庞大舰体的大部分空间被新型核反应堆 与永磁同步电机占据 永磁同步电机虽然静音效果极佳 但体积很大 哥伦比亚级潜艇主要采用弗吉尼亚级攻击和潜艇的技术 同时利用了许多较小舰艇的系统 美国将从2021年起建造哥伦比亚级潜艇 首舰将于2031年入列 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潜艇文章称 俄罗斯正在建造能力超强的新型955A型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北风之神级潜艇排水量为24000吨 比俄亥俄级与哥伦比亚级潜艇更大 知识能力比不上美国潜艇 即便如此 北风之神仍是俄罗斯迄今建造过的静音效果最好的弹道导弹潜艇 集成了泵盆推进器技术 一艘北风之神携带16枚M56布拉拉前射弹道导弹 每一枚导弹可携带多达10枚核弹头 射程达到8000公里 弹头源概率误差在250米到300米之间 有能力作避反导系统 俄罗斯667BDRM海豚级弹道导弹潜艇文章称 与强大的台风级潜艇同时建造的667BDRM海豚级潜艇 是目前俄罗斯弹道导弹潜艇部队的中间力量 667BDRM的排水量达到18200吨 这款潜艇虽然设计较早 但功能强大 配备了16枚R298MU线瓦液体燃料弹道导弹 每一枚导弹可携带4-8枚弹头 与更古老的667型号不同 667BDRM性能更强 能够一边以6-7节的速度巡航 一边从55米深的海中发射导弹 俄罗斯885M白蜡树级导弹潜艇文章称 白蜡树级核动力导弹潜艇 不属于单道导弹潜艇 但是携带了32枚和长尖辈的3M14K口径巡航导弹 射程达到2500多公里 所以白蜡树级潜艇可以威胁美国本土 据称这款潜艇速度很快 航行安静 而且配备强大的传感器 同为白蜡树级的俄罗斯北德文斯克号潜艇和喀山 号潜艇完全可以轻松航行至距离美国东海岸2000公里的海域 然后向美国内陆发动攻击 一直打到五大湖区 事实上 如果俄罗斯潜艇逼近美国海岸21000公里甚至更近的地方 芝加哥乃至圣路易斯都会沦为目标 资料图 美军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 展示24座三叉戟前射弹道导弹发射筒